像其實我們每天 我們醫院一開始的時候 每天都要開會 其實我們醫院也有防疫指揮官 大家每天都會看追劇 兩點那個劇陳時中主演的 對不對 對 那我們其實每天 也有在追我們自己的劇 我們的副院長主演的 對 我們每天都要去開會 那後來有比較減少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們醫護從疫情期間 其實在醫院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叫同仁說 因為你出國回來的話 你14天的休假 誰要填你那個洞 對 而且萬一說 你今天出國回來 你休14天 結果他不小心接觸病人了 他要被隔離 那他又怎麼樣... 被隔離 那就醫院都沒人了 就沒有人了 所以不能出國 所以其實部長還沒宣布說 醫護不能出的時候 我們早就已經不能出國了 然後大家都一直撐在那邊 其實滿辛苦的 那結果疫情期間 我莫名其妙就當上主任 對 那所以我... 那是我的意思 對不起 其實我在主管的位置 還是要為大家覺得 要爭取一些權益 所以我覺得 急診同仁辛苦了 不管有沒有爭取得到 大家都辛苦了 我診所裡面有一位醫師 他其實在半年多以前 就預約好 今年的寒假要去韓國滑雪 結果發現說 奇怪 在過年前就已經有一些疫情了 然後其實到他要滑雪的那段時間 韓國還沒有傳出太大的疫情 但是我們大家這邊的人 包括他自己 他又想說 他不要去好了 旅行社說 韓國還算安全 現在去沒有關係啦 取消還沒有辦法退到什麼錢 但是他還是取消了 那個清明節的時候 他說 帶著爸爸媽媽去 那他也很認真 他那個沿路就叫著 他爸爸媽媽戴好口罩 然後酒精隨時噴隨時消毒 不管摸哪裡都消毒 他把他沿路都幫忙消毒了一遍 結果回來之後才發現一個公告說 如果有去過這些景點的請 我們趕快去查 自主健康管理 到底可不可以上班 一般人 其實你戴好口罩是可以出門的 但是他下面有一個條款說 如果是醫護人員 請不能上班 所以他自己都覺得很內疚 他14天不能上班 然後他在診所的工作 需要其他人來幫忙他 好 這是診所的狀況 那醫院的狀況 那我有一個同事也滿有趣的 他其實知道說 大醫院風險就比較高 所以他從開始有疫情 口罩要先戴 戴完口罩要用那個膠帶密封住 然後要戴眼... 護目鏡 然後再造一個面罩 然後再穿那個隔離衣 再戴手套 他就已經很認真了 而且他每天回家 他要走後門 刷牙 洗臉 洗澡 都在裡面 小朋友每天要跟他打招呼的時候 就是遠遠的從後門進來 打個招呼而已 基本上他也不接觸 然後前一陣子 疫情稍微再高升一點點 他們醫院有人確定的時候 他竟然就不回家了 他後來有一天發現 他很晚回去 然後從那個一樓大門進去的時候 轉頭看 後面就有人幫他消毒 那個大門的門把 他也不摸到什麼東西 就有人不放心 就幫他在那邊消毒了 然後電梯一打開 裡面的人一看到是他要坐電梯 我有包裹 你先坐 我先坐 我的信件 然後電梯就空了 他自己一個人 可以坐一台電梯上運 他自己的樓層 好尷尬喔 然後想一想說 這個其實大家誤解說這個病毒 說我帶在身上 他也覺得很委屈 但他也不想要怪這些事情 他決定說 好 既然大家不放心 他就睡在醫院的值班室 像最近我知道有一個老師 他很有心 像我們不是學生有延後開學嗎 然後後來延了兩個禮拜開學之後 他是那個小學生的老師 他就為了要讓他班上的同學 體驗說到底醫師他們 醫護人員穿那些防護的裝備 是有多麼的辛苦 因為很多孩子其實覺得 疫情離胎很遠 所以他就出了一個功課 他就說你們回去自己想辦法 當然不是拿真的防護衣 你自己想辦法弄一套很像的來學校 然後你就看那照片很可愛 就是有人穿雨衣 有人穿垃圾帶 戴那個毛帽 反正隨便你自己想 那個冬天的毛帽也好 或是棒球帽 然後眼罩 有的人戴太陽眼鏡 有的人戴真的是那個護目鏡之類 然後口罩也是各式各樣 然後真的讓他們一整天 就穿戴那個做各式的活動 上課也好 或是什麼招會這樣子 那結果呢 當然他們中間就是有讓他喝水 有讓他上廁所 可是老師說你們只要脫下 就要重新再穿一遍 所以那些孩子就非常有感 後來就是都有寫卡片 就是他老師就還幫他們 就是送到那些急診單位去 就是給醫院他們就是表示感謝這樣 真的真的 像我們在醫院裡面 我們有特殊的SOP 只要是醫護人員發燒 或是有類似的症狀 你就不能上班 而且我們也是要二采 對 即使你根本沒有肺炎什麼什麼 只要你一發燒就這樣 我還記得我第一個發燒的案例 是富亞格里病房的護理師 他是發燒下來 結果後來驗出來是尿道感染 我還是給他採檢 他說我明明就尿道感染 你還給我採檢 而且我這個尿道感染 就是因為我穿隔離衣 我不想看 對 我沒有尿道感染 對 然後你還是要叫我回家 我說沒辦法 我們對醫護人員就是要這樣子 對 你就是在家裡 然後二采確定沒有問題 然後你也沒有再發燒 你才能回來上班 最後他是 他就是尿道感染 對 這樣子對吧 對 所以醫院是這麼嚴謹 所以我 對啊 所以大家不要對醫護人員很害怕 對 其實我也是二月初本來要去日本 後來覺得 安全期間也是自己先取消的 取消後兩個禮拜才宣布說 取消的 對不對 對 就這樣 我只好自己默默吞下去 不過 我們科其實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們那些放肆是非常的辛苦 大概就是 我同學他喊說就是來照相 我們就會有人推著 對 我們是同學 對 對 然後急診只要照 因為只要任何疑似發燒的 或者是疑似的案例 他們都不能進到急診室 那他怎麼照相 他們要在外面照相 那變成他們要推機器 對 這個 大概就這個 就是這樣 我們的 我們的放射師就是經過 一個通道 然後推著這一台移動光機 然後上面整個包好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 我們的放射師也是穿 全套的兔保包裝 所以你們是移動室的 本來就有這個移動室 對 本來就有移動室 那沒有這個疫情之前 他是做什麼 他是照 他是照一些交互病房 那種 動不了的地方 不能動的人 那在疫情的時候 我們就把一台隔離出來 專門在照這些儀式的 你寧可下來 不要讓它這樣上去 對 沒錯 對 所以 所以就真的滿辛苦 因為包得真的非常熱 還好今天那個製作單位 沒有叫我穿這一套 看我可能會錄到一半就 不是啦 因為 你沒有穿那套 我們以為是打蠟的 那超像的 很像打蠟的 清淨淨淨的那樣 你會穿著那個才是 原來他是個照X 對 那你現在去照了對不對 對 接下來照第二個 你的防護衣也要換嗎 是 那你一定的防護衣要用多少 是 所以 所以其實真的還好台灣的 台灣的 防禮大家做得很好 或者真的是沒有 對 不夠 那資源真的會不夠 像我們這個月的話 跟放射客的感情真的很好 對啦 沒有 你們應該不喜歡被我們叫啦 我們自己說我們感情很好 因為他們都知道 我們的防護衣在哪裡 因為他們來就會一直連續的照 連續的照 我們盡量把病人能夠集中一點 不要就是30分鐘一個 30分鐘一個這樣 對 所以今天因為做這個東西 我們才深入了解 因為之前我們在看 連那個歐美 連... 歐洲跟美國 連他的防護衣 不要說一套接一套 本身一套他就很難 對啊 他用那個雨衣塑膠套這樣包 對 還有袋子 有的N95要做一個禮拜 對啊 你們現在是看一個就換一套 看一個就換一套 對 所以是保護我們的人民 也保護我們 美國他們現在還有人 負責那個消毒口罩 因為N95不夠 所以他們下班就放著 然後就是也是一個人去 然後把他們用紫外線殺菌 隔天再來用 對 那真的是很... 很多事情你看過去是壞處 因為台灣很容易被孤立嘛 對 封鎖你經濟 封鎖你的海域 結果現在不用 真的 真的 有優點並有缺點 對... 現在終於發現我們的優點在哪 沒錯... 對 不是說所有的都是X光可以解決 就是說有些比較嚴重 我們要判斷肺部受損的程度 我們就需要做電腦斷層 像我們院就一個案例就是說 他是就出國回來 就感染到之後 來就是發燒呼吸困難 那最後就是插管 就是一樣住在那個 敷壓隔離病房 但是為了他的程度 電腦斷層 因為他是現在是固定式的 就是還沒有那個 可以移動的電腦斷層 所以他就會 被推下來照相 那推下來照相就非常的麻煩 也是為了感控 首先整個醫院就要 專門被證 就是不會讓其他來院的 其他的病患跟民眾接觸 那接下來就可以看圖 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圖一 那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就全部先用所有的 那些可丟棄的布 把他整個包起來這樣 然後包完之後就換 再包自己 對 換另外一組人進場這樣 然後推著病患 然後就把 因為病患那時候插管 其實不能動 所以那五個 穿著全套防護的工作人員 就是把他放上那個調斷層 然後去做檢查 不是說檢查完之後 就換下一個不行 就是把這些 剛剛貼上去的東西 全部拆掉後 再用那個消毒液 整個插過一遍之後 接下來還要再用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全部都 有很多確診病患 每天這樣做一天 好像好累 一天這樣大概一個 最少一個半小時 加一加前後準備 可能兩個小時 一天只能照12個 就這個病患整個做完 其實那時候因為插管 我判讀他的報告 覺得是很嚴重 本來以為會過不了管 差點變成6加1這樣 不過還好我們治療下 他最後是過完已經出院 他是確診者 是 確診者 而且被插管 而且是被插管 所以這個有可能成為 第七個的 但是 沒有 就是還好我們治療下 整個交互病房醫師 很辛苦地照顧他之後 就是有撐過去 他已經八管出院了 好厲害 對啊 不過最後 他來做那個 會來追蹤一次電腦斷層 是看到肺部的確有一些 等於 那這之後 到底對長期來說 大概要之後再看 前一陣子一直到現在 這個新冠病毒的疫情 也導致很多人都覺得 自己的症狀有可能是 對 所以我之前有遇過一個 大概五十歲的婦人 他一進來 他是穿著雨衣 然後帽子戴著 站在那個門的角落 離我遠遠的 其實這個 他一進來就說 陳醫師我想說 我不要影響到你 我想要跟你請教一下 我是不是那個新冠病毒 他說他一月初的時候 有接觸過一個伊朗人 這個旁邊經過講了幾句話 這樣子而已 好 然後二月底的時候 才開始出現症狀 那其實這個時間 因為間隔得比較久了 然後再加上 他也沒有旅遊的情況 我就跟他說 那個 阿姨啊 這個不像 然後呢 結果他說 你醫生都說不像 那些新聞說 好 我就想說 好 那接著問一問 他說 我有看新聞說 那個會 嗅覺會消失 我聞不到味道 我其實我看了一下他的病例 我跟他說 不是耶 你以前的長期鼻子過敏 你是 跟人家那個新冠病毒 可能呼吸得到 可能聞不到的味道 不大一樣 然後他說 這也是防疫的破口 是中 就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這樣說 我到最後想說 那我順著他的話 講一下好了 我就跟他說 不然這樣 因為我們診所能夠做的 真的不多 我們如果說 覺得有可能是的話 沒有 是不是去醫院做個檢查 會比較好 那其實我心裡面想的是 醫院的醫生可能也會擋住他 就變成兩個醫生給他一點建議 他就會打消他的念頭 結果他就很興奮覺得說 好像有人同意我的想法 他說 不然醫生你寫一張轉診單給我 我想說 我如果寫一張轉診單到賈醫師手上 他應該會不開心 所以我想說 我如果寫轉診單去的話 那其實醫生還是要依據他的症狀 做判斷 所以我有寫這張 沒寫這張 其實沒有差別 但是他說 不行不行 你要寫 因為我已經 不是 因為有三才四才五才 對 他就說 陳醫師你一定要寫 那個急診室的醫師 或者說是那個門診的醫師 才會願意再幫我驗 我說 媽媽你驗了兩次 不是了 這個可能性就真的比較小了 他說不是 不是 真的 人家外國有驗到六次 七次 八次 才是的 我是覺得我應該要再多驗幾次才是 我發現我說服不了他 後來我只好跟他折衷一下 我說這樣沒有 這樣子 因為你去醫院人家也可能 不會幫你驗 那你現在是不是回到家 好好的自我隔離 然後兩個禮拜之後 如果沒什麼狀況 你大概就可以更放心了 其實他還是有一點點 不是很願意離開 我就說 這樣子好了 你每天傳訊息給我 我們有那個私訊 就是說這個你今天狀況怎麼樣 你今天狀況怎麼樣 這樣我們可以互相聯絡一下 他就很高興的回家了 結果我那一陣子發現 我本來是希望他告訴我說 今天有咳嗽 昨天有發燒之類的 結果他不是 他說 明天我要去哪裡驗 他要不給我驗 他每天寫的都是這些 天啊 那前面兩次怎麼可以驗 前面兩次其實 他就是講得很信誓旦旦 那我覺得應該也是醫生 有部分也在想說 不要造成防疫的破口 他驗了 可是 對啊 如果你這樣懷疑他 你都沒有穿防護衣 那萬一驗出來有 你不是完蛋了 不然你說現在我們都 對嘛 只差沒有鋼鐵人衣服上來 所以你在看他的時候 其實你是 對 我們是有穿 如果剛剛想說 這樣面對面還講個 講什麼 那萬一他有 你們全部驗 原來你們是已經穿了 我們現在就是防護罩 防護面罩 眼罩 口罩 全部拳套 還有防護隔離衣都穿 新冠肺炎的這個疫情 很多人都有 延後到醫院去看病的狀況 所以我一直在預測說 到疫情趨緩的時候 會來一大堆就是本來 沒有那麼嚴重被拖出來的 這個狀況 現在其實已經快要開始了 其實我要插播 對 已經開始了 現在在急診 已經越來越多 到院前死亡跟猝死 對 這個增加很多 等一下 我聽不懂 他為什麼這樣 就是說我們病人 急診的病人越來越少 但是到院前 因為之前有疫情 他就不想去看病 對 所以他就拖很久 所以反而是猝死 到院前死亡的增加 對 對 各個醫院都發生這個現象 大會死亡這樣 所以他實在不應該拖 那我舉這個案例 是也是滿有趣 他40歲 是一個家庭主婦 那他 他本來有一個 輕微的子宮抹片異常 那我跟他說 你每次三到六個月 要追蹤一次抹片 結果這次來我說 你這次比較晚來 已經快八個月了 他說 我公婆不讓我來 因為他公婆大概都75左右 一直跟他說危險... 不要去醫院... 在家裡... 你除了買菜都在家裡 結果有一天更糟糕的是 收到 說你跟磐石劍的這個監官 官兵在同一時間 同一地點出現過 他公婆說你看... 你快要公婆害怕 我們抵抗你很差耶 你不要這樣... 不要急死 後來他趕快直接查說 怎麼回事... 我以為他通知 原來他去買的那個超市 附近有一個電視磐石劍 官兵去過的地方 他就說到了 可能剛好也前後時間去過 我們會不會抄太前的部署 我們的部署金人 旁邊的不是那一家店 他在隔壁 可能那個店位上也是 那所以說 就是一直說 那要怎麼辦 他說醫生其實我還有一個困擾 你到底想不到 我說怎麼樣 我這兩個都會來 我老公要求親密行為 我都拒絕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 我說 你這個是性交距離 不是社交距離 你這個跟老公也保持社交距離 他說這個危險 而且不能戴口罩這樣再搞 後來我跟他說 你不要看那個韓 那個德國的性交距 他一開始就出一個 非常好的性交距 就叫人家從背後 講到這個我還想到另外一例也是 一個上班族 他最近來跑來找我跟我說 醫生 我的交距 真的是你想不到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知道我上次來 他說我知道你排了海浮刀 我都一直想來找你 不敢來 我說為什麼 我這兩個都會症狀 就是打了針以後 你知道你那個停經針 會止血 可是會讓我 像更年期叫假性的停經 叫假性的更年期 就是會發熱 那我早老覺得說 我是不是這個新冠肺炎 因為有一點熱的 發燒 對 發燒 體溫都太高了 他去哪裡念都念不過 對 這一兩個體溫車還正常 他說更糟話 是最近發現 這個最後打了一陣子 就發現我的肌肉有點痠痛 我說痠痛 他說有這個症狀 我查也有這個症狀 所以我已經有兩項了 那搞得我全家都很緊張 因為說你會不會是啊 所以可以要求在家裡 也要戴口罩 所以我這個痛苦 除了吃飯 吃飯還要跟他們保持距離 對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有一點 就是太那個的 當然大家都非常的超前部署 配合政府嘛 也因為大家很仔細 所以我們這個算很厲害 我們這個算很厲害 對 宇安妳一起拜拜 沒有 因為就像剛剛醫生在講 那種疫情的關係 當然雖然現在的疫情 控制得很好 然後感覺好像都慢慢的 趨緩穩定下來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 大家會比較擔心 像譬如說 對 所以像我有的朋友 就是他老公下班 以前肚子痛 你就去吃胃藥 小孩稍微喉嚨癢 就說你去多喝水 可是現在不是啊 肚子痛 你去那邊坐著 不要靠近小孩 所以我真的有朋友 是真的就是去看那個什麼 身心診所 就是看那個心理醫生 他焦慮到晚上沒有辦法睡著 他說他老公只要一翻身 他就懷疑他怎麼了 然後不只是這樣 有時候就是像我們以前 覺得工作壓力大 你還想說 我假日的時候跟朋友約吃飯 去哪裡逛街 現在都不行 現在假日誰敢約 餐廳也不敢去 好不容易出門 你要戴個口罩 你都覺得悶在口罩裡 那個整個人都是悶的 那個氣都不順 所以很多人都開始想說 我到底現在要吃什麼 保養自己 像我就開始網路上搜 然後也就看了節目當中 很多醫生都在講說 就是告訴大家 生活作息要正常 然後就像剛剛在講的 要養成運動的習慣 對 還有再來就是要吃 所謂的飲食上的 蔬果的攝取要明瞳 所以最後我就迷上了一個 大家都認識 你家裡可能信在家裡都有 我就是迷上了 豪水果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台灣你奇異果 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得到 而且像在下午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這個人昏昏沉沉的感覺 好像人沒電了 以前我的習慣是什麼 要喝個糖的飲料 吃個點心 喝個下午茶 現在我都沒有 只要下午覺得 好像快沒電了 一顆奇異果就對半切 湯汁就開始挖 我都覺得那個酸酸甜甜的感覺 就是清爽沒負擔 然後又滿足我的口味之餘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這樣奇異果非常好 等於說它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我覺得 也很棒的地方是一個 它是一個高營養密度的水果 對 所以它裡面從 維他命C 然後它包含了 膳食纖維 還有包含水果酵素 所以它基本上幫助我們的 防禦力也都可以 越來越好 像我自己再吃 我覺得很明顯就是你的 排便會順暢 對 就排便很順暢 而且你會覺得那個精神 就像那個電池充飽電了 那個精神變好 活力也變好 所以現在全家小孩說的水果 都換奇異果 真的 而且你知道這個黃色的 像我 我都是晚上給我老公吃 其實晚上吃這個 你睡覺會睡得比較好 對 可是我都是早上 像放在優格 對 也可以 像這樣子 早上的優格 我是沒有這麼講究 我的習慣就是整顆 整顆打起來 我是吃到我營養師說 你可不可以換個水果 好吃 整個人的奇異果一直都很好吃 對 而且它很甜 而且我喜歡它的高纖維 排便 尤其女生 這好甜 其實的確現在疫情的關係 把很多人的日常的一些作息 或者是一些習慣 其實都打亂了 所以使得很多人 其實他的情緒或者壓力 其實都呈現比較負面的狀態 所以其實日常生活中 當然就像宇安講的 其實飲食 運動 而飲食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因為國人出國 一致攝取都是不足 對 而至於說其實 剛剛講到一些情緒的問題 其實之前國外就有研究 發現說 其實如果我們血漿中的 維生素C濃度 其實跟我們的情緒的混亂 是成分相關的 混亂包括什麼 像一些憤怒 或者是困惑 甚至抑鬱等等的一些情形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當我們血液中 維生性濃度 越充足的時候 其實這些負面情緒 是會越少出現的 而在2019年最新 有現在的研究也發現 他們蒐集了128位 18歲到35歲的成年人 這些成年人 他們都先檢測過 發現他們體內的維生素 是缺乏的 然後把他們分組 其中一組是 每天給兩顆奇異果 另外一組是給維生素C定 就是補充品 然後為期八週 結果兩週之後就發現 這個奇異果的這一組 它明顯的它的一些幸福感 或者情緒的一些正面的改善 甚至 都有一些改善等等 所以其實講到維生素C 其實維生素C 我們人體沒有辦法自行合成 所以它必須從食物裡面中 做一些補充 那其實蔬果就是最主要的來源 但是因為蔬菜 我們台灣人還是習慣什麼 燙青菜或者是炒 但是維生素C 它偏偏又不耐高溫 對 所以其實水果在營養師的角色來看 我覺得是維生素C最好的來源 那一般來說 其實很多水果都維生素C 那其實以柑橘類跟奇異果 它的維生素C含量是最高的 而且其實奇異果它又像是 它除了維生素C之外 維生素E 類胡蘿蔔素 多分類等等 抗氧化物都非常豐富 其實就像余安姐講的 它的營養密度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其實它本身對於我們的一些 愉悅力或者是活力感 其實是有些正面影響 再加上膳食纖維 剛剛提到的 因為奇異果它本身膳食纖維也很高 我們都會希望大家飲食中 要注重膳食纖維 是因為它是我們 腸道好菌的營養來源 膳食纖維足夠的時候 其實我們腸道的菌相 比較完整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增加 腸道棉膜這個屏障的 這個結構跟功能 那我們都知道 60%到70%的免疫系統在腸道 所以其實當你腸道功能 健康健全的時候 自然而然我們身體的 防護力也會跟著提升 所以日常生活中 我覺得不管是不是現在 疫情的問題 或者是我們要做一些 健康的維持 多攝取這些膳食纖維高 維生素C高的水果 像奇異果 對我們的腸道健康 或者是愉悅感 甚至我們的一些防護力 其實都有些正面影響 聽到肺炎就害怕 你的肺部健康嗎 這是大家現在非常流行的話題 希醫師 肺炎大家都知道 它其實有分典型的細菌性肺炎 那非典型的 比如說梅漿菌 PE菌的肺炎 那另外就是病毒性肺炎 像我們現在講的新冠肺炎 以及十幾年前的SARS 這些都是屬於病毒性肺炎 那第四個的話 就是也是屬於病毒性肺炎 不過它的這個整個的 傳染率也是相當高 那所以我們 在我們的診治治療裡面 會特別把這個流感的肺炎 也把它分成 現在很多人在講說 你們都一直在注意到 這個冠狀病毒 可是大家都沒有關心流感 是 那流感的死亡率 它傳染性很高 不過其實整個統計下來 流感的死亡率大概是0.1%左右 那這個新冠病毒肺炎 在採檢上 我們就會相當的 要相當的小心 我們是生我們的一個 一個採檢的棉棒 那麼生到病人的喉部去 那麼喉部是生部 大概就是我們巡湧垂的後側 或者是扁桃縣引窩的地方 去做一個檢體的採檢 那這個採檢的過程中 要多久才知道 採完整 一開始的時候 時間比較久 可能要一兩天的時間 那現在我們對這個採檢 已經越來越純熟了 目前大概最快 大概半天的時間 就可以直到檢 也就是你12點採完 大概6點多就出來 是 不過目前因為 疑似的根案還是多 那麼像在我們醫院的話 目前採檢的話 大概就是 比如說下午採檢 可能在隔天早上報告 才會出來 是 那麼細菌性肺炎 就是大家都比較熟悉 它有典型的症狀 比如說會有 比如說會有 那麼嚴重的時候會 只要非典型的 比如說梅漿菌 大家都只要是 大家就會想到梅漿菌 那梅漿菌 它其實的一個 家族史是還滿強的 常常哥哥有梅漿菌 過了幾天 弟弟也有梅漿菌 不過我們要小心 要注意一點 就是梅漿菌 其實它有好發的年齡 大概在 所以我的門診 常常是60歲的大媽來說 醫生我要驗梅漿菌肺炎感染 我看60歲 你第一個考慮 應該是 我們還沒有這個資格的 對 10歲以下 那也是萬幸人 對 那麼流感的話 就是比較典型 大家都知道 它會發高燒 會有一些類流感的症狀 包括說 剛好就是說 有兩張X光片 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麼 你有新冠肺炎的 是 左邊那一張其實是 我們台灣已經將新冠肺炎的案例 發表在知名的國際醫學期刊 那所以 左邊那一張是我們的本土案例 那是一位大概50多歲的一個患者 那其實 我們可以讓他的新冠肺炎的表現 其實就是會有多處的斑駁狀的 一個 那麼不是相當的明顯 因為這個病人 他其實並不是重症 他其實後來是有痊癒 那要小心的其實是 這張其實是他住院之後 五天之後的X光片 他一開始是完全都正常 是看不到的 那麼 那麼 右邊那一個呢 是一個流感的肺炎的一個X光片 那麼右邊那個 我們可以看得到 因為他其實是流感病毒吸 經過呼吸道進去的 所以就是會很明顯在雙側 因為是呼吸道進去 所以雙側都會有一個發炎的病灶 那這個病灶看起來還滿嚴重的 不過因為病人 他年紀輕大概30多歲 所以這病人其實一個禮拜的治療之後 就痊癒出院了 那麼新冠肺炎 我們其實要特別跟各位提醒 他一開始其實 他典型的一些上呼吸道症狀 並不多 那麼他反而一開始表現 是以下呼吸道為主 包括乾咳 包括會喘 再來就是會這個胸痛 那麼我們現在常常到 比如說來節目錄影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發燒的篩檢 對 那發燒篩檢其實會容易有一個誤判 我們從這個大型的一個研究報告發表 新冠肺炎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那麼最後都是住院之後才燒起來 所以其實篩檢還 所以只靠發燒篩檢 還是有他的難度在 也就是他有死角 是 那麼我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跟各位報告 那麼一個40歲的男性 那麼他也是 那到別家醫院一開始 也是當作是吸氣區肺炎 可是治不好 那麼到我們 在我們醫院收治之後 我們認為說 如果是吸氣區肺炎 應該會相當嚴重 醫院已經拖了一個多禮拜了 後來問到他的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洗冷 洗這個冷氣 以及洗這個洗衣草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就想到說 其實這個有可能 這個冷氣跟洗衣草都有 那麼它可能是 黴菌引起的一個過敏性肺炎 後來我們去幫他做治療管理檢查 也確定它是一個過敏性肺炎 所以這個就不是傳染性的疾病 它是過敏性的疾病 那麼這個病人 反而不是抗症數字好 而是給類固醇之後獲得改善 其實最近這個被一個 新外患病的營弄 醫院裡面是草木皆兵 而且現在大家在醫院裡面 都盡量不敢咳嗽 因為一咳嗽 離你很遠 想說這個有沒有問題 因為河水嗆到大家都跑 他說盡量都吐下去 以前是冰冰咳 現在就撐住在那邊 臉紅鼻子出 就是不肯咳出來 所以我才在講 就是這段時間 真的是還滿恐怖的 很多人在家裡面 因為前一陣子 天氣又一直變化 因為剛好又有流感的季節 所以很多人要嘛就是感冒 要嘛就流感 可以稍微區分一下 就是如果你在家裡面不舒服了 你到底要不要懷疑 自己是不是新冠肺炎 對啊 剛才基石講得很清楚 這次的新冠肺炎 還有流感 它有個特徵 它的症狀就是以下呼吸道為主 上呼吸道就是你的鼻子 所以一般的感冒大概就是 可是如果你是流感 跟新冠肺炎的話 大部分就是很快就是咳嗽而已 慢慢可能就是全身酸痛 可能就會發生症狀出來 鼻塞跟流鼻水 比較不會有 所以你如果只是單純的 鼻塞流鼻水喉咙痛 你不要太緊張 那大概是沒有事 前一個女性病人回來 就是檢查乳房 她檢查完之後 我就看到她預言又止的樣子 我就說還有什麼問題嗎 她就說 小燕師我有個秘密想要跟你講 但是你不可以告訴別人 我就想說幹嘛 在門擠想要幹嘛 不瞞你說我剛剛從武漢回來 沒有 她就說 那個我最近有點咳嗽 其實我們都是戴著口罩 用一下規定經驗院 一定要戴著口罩 我也戴著口罩 可是我一聽完這句話的時候 因為我好像 我就趕快往後推一點 靠我有點進去再講 我就馬上往後推一點 她說而且過年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從大陸回來 我們還聚餐了一下 我再聽到這個 我就再往後面再推了一步 沒有 真的很害怕 我下一個就開始跟那個 門擠小姐死眼射 是不是應該趕快叫警衛 把她壓下去那個急診室 去做篩檢 因為這種病人我們要分流 要分流對不對 就是不能夠讓她 在一般的門擠 不是毒害我而已 她會毒害到外面的病人 這種就是有接觸 感覺可能會有接觸死人 不過她下一句我就安心了 她就說 還有滿嚴重的那個 流鼻水跟喉嚨痛 我一聽到這個 我就趕快靠過去說 這樣子喔 幾天了 我就覺得她不是 就不是 可是我還是幫她 安排照了X光 照了X光之後 我就馬上請她上來看 結果就說 只是一般的感冒 沒事 她就一直誇獎我 你知道嗎 她說我這個真的是一視同仁 現在她跟人家講說 她感冒咳的時候 大家都很害怕 只有我一樣很勇敢的接近她 跟她很親切的問她病情 其實是因為我知道 她根本就不是 聽起來就不像 看起來就像一般的感冒 對 所以她就在講說 從症狀是可以稍微分一點點 如果說 因為最近流感還滿盛行的 所以其實你有那些 很可怕的症狀 你也不要太擔心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流感居多 奇怪肺炎還是少數 一般聽到隔離14天 太可怕了 在網路弄那個 她當看是笑 可是那個人滿可憐 比如到越南 越南就 你到越南去度假 就已經隔離14天 因為她把台灣當疫區 14天假也泡湯 但越南飛回來 又隔離18天 28天 一個月就沒了 現在在醫療的面前 我們醫療現在已經越修越細 就像剛剛提到 有時候可以保留特定神經 但是當你在選擇 在選擇的功能跟性命之前 我們通常還是會把 性命當作第一個 要首要的條件 那其實第一個 我們要講到的是 數據 其實數據這個事情 從我們都把它講得 好像很先進 沒有其實從很久以前 我們加醫科在做 預防醫學的時候 我們就是靠數據 來看哪一個疾病 其實是優先 需要被處理的 那我們其實每年 都有做一個台灣的 一個死亡的統計 2019年的死亡統計 前三名 第一名還是癌症 第二名已經心血管疾病 第三名叫做肺炎 這個炎是發炎的炎 那其實我們要 一直反覆跟大家呼籲的是 通常人聽到腦中風 聽到心肌梗塞 聽到你得到某某癌 你都會覺得 他真的離死亡靠得比較近 所以你會有比較高的警覺 去處理這一題 但是相反的肺炎 因為你會覺得 它就像是個感冒 比較嚴重的感冒 所以很多人 他就不太會去管它 但是在這幾年 尤其在這三年來的統計 肺炎造成的死亡風險的發生率 是每年都上升 而且是這幾年來 死亡率上升最高的一個排名 那尤其在這個季節 因為我們統計發現 在這個年初 一月到三月這個時間 就是天氣比較冷 尤其是正冬天的時候 我們肺炎的死亡率會上升 那我們要回過頭 怎麼去預防這一題 就是跟這一段時間的感染有關 尤其今年最特別 今年有一個叫流感 第二個叫做新冠肺炎 最近的這個流感有疫苗的新聞 每天都在跑出來 那新冠肺炎有疫苗 可是沒有人打過 我是說以現在的一般人 大概四成的人想打 六成不敢打 對 大家都在觀望 這個季節裡頭 確實打疫苗 在我們的很多觀念裡頭 是OK的 但是每一個 尤其在流感的時候 以前流感 我們其實有一個口號 可能大家不知道 叫做 流就是流感的流 肺其實是叫做 那為什麼我們會叫你 一邊打一支呢 其實是因為流感後 我們身體免疫力下降 我們會有一些 續發性的感染 比如說肺炎 比如說腦膜炎 比如說心內膜炎 其中肺炎裡頭 肺炎鏈球菌 就是它肺炎發生的 很高比例的一個菌種 所以很多人會建議說 我們在這個準備 快要到今年的高峰前 我們就施打流感疫苗 加上肺炎鏈球菌疫苗 是好的 但是特別提 肺炎鏈球菌疫苗 不用永遠一直打 它不像流感 流感是年年打一次 打一次 對 它其實只要 那什麼人 其實因為今年 真的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算是 兩種病毒都包圍著 我們的周邊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發 所以我們其實會建議說 這些族群 等一下我念到的 可能你就可以對號入桌 你就可能 可能要考慮施打 第一個就是65歲以上 我們不可會的是 隨著年紀的上升 你的免疫力 稍微的都會比年輕人差 所以65歲以上 我們其實都會屬於高風險群 第二個是 其實很容易被忽略 就是 但是你有帶著一些 小小的慢性病 比如說 心血管的疾病 高血壓 糖尿病 或者是肥胖的問題 其實你就是屬於一個 你雖然像是青壯年 但是你身體的慢性病 讓你的免疫力變差 所以這兩種族群的人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 在這個時間點 你自己的各種 保護措施要做好 疫苗的開發 不管我講的流感疫苗 或者是肺炎症群的疫苗 或者是可能未來 會出現的新冠疫苗 它的概念都是這樣 它可能會帶來一些 小小的副作用 但是它最大的宗旨 是希望這個病毒 不要真的感染到你 而引發死亡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大家 對於疫苗當然會害怕 但我覺得 稍微矯正一下這個觀念 尤其還是特別提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肺炎發生率 就是在最近 最近開始慢慢打到高峰 所以該做的事情 該保護的事情 還是保護好比較重要 你看喔 大家不能出國旅遊 還拼命在那邊 尾出國 沒有 這飛機本來就很危險 有的人 有的人是這樣 有的人是 一千萬分之一 他都不想去碰 對 他連飛機都不坐 我們是沒有得出國 還要坐飛機去繞一圈 其實是增加風險 對 也就是這個疫苗 很多人會打 有的人他都 就一千萬 一分之一 他都不想去碰 是有這種人 但是重點就是 我覺得就是 風險管理的原則 就是說 像剛才我們想說 四成想打 六成不想打 但是如果那四成打對人 它的效果就很好 什麼意思 像肺炎熱球菌疫苗 哪些人應該想去打 比如說 你本來就有心血管疾病 你本來腎功能就不好 你本來就有糖尿病 你本來免疫就很差 你又年紀大 這些人 他相對就是 比起來你得病而死掉的風險 很高 所以你還不如去打 所以打對人才是重要的 可是這一群人的觀念 會認為什麼 我身上有這些 會不會疫苗打進來會變化 對 所以他們 他們是最該被調過來 那最近其實很多 急診醫師這個在 在很多這個一些 半公開的一些 這個社交媒體上 也是抱怨很多 我們知道最近新冠病毒 那很多人 被公司要求說 你要來上班 你要去開個證明 證明 醫生證明你沒有新冠肺炎 你才可以讓你上班 我們現在是 儘管很嚴 開證明急不急 它完全不是急診業務 可是病人總是覺得說 掛急診最快 現在因為新冠肺炎 急診的業務量 服務量都下降 因為病人都不敢來醫院了 他正好來醫院 那醫生忙 醫生也不忙 那有些醫生就會覺得說 我真的幹嘛掛急診 你第一個 你為什麼掛急 你不是急診業務 第二個 你要我證明 我也沒辦法證明 你沒有新冠肺炎 對 坦白講是這樣沒有錯 那這個就要花很多時間解釋 那有些醫生就用很多變動 我幫你照S光片 我就寫 他拿診診書回去 醫生說 你露了兩個字 新冠肺炎 你又加新冠 醫生說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新冠肺炎 我只能看S光片 你現在沒有肺炎 醫生 我就是要那兩個字 才來掛急診 你給我寫無肺炎 公司沒有用 這個當然是因為公司不瞭解 公司不瞭解 新冠肺炎在一個 醫生沒有辦法排除 因為就算現在檢驗 我們所謂的CDC合約實驗室 他也不會搜這種檢體 而且不是檢一次 又檢兩次三次 所以好不容易 我們透過這個CDC 我們的官署 一直在呼籲 呼籲 呼籲完之後 現在好像比較少一點了 最近又來了一個 東南亞 東南亞有一個國家 如果你要去取得 他簽證申請的時候 要提證明沒有新冠肺炎 那怎麼辦 這個是他的外交部的 沒有辦法 外交部的一些公告 你要申請他的一個簽證的時候 你要付醫療證明 其實我認為他一開始 他的用意就是你不要來了 他只是不敢講說你不要來 所以叫你說你要去申請簽證 你要付健康證明 無新冠肺炎 無新冠病毒 醫療上現在 你沒有發病的 當然開不出這種問題 其實剛剛你那個證明寫 無肺炎 就是無任何肺炎的意思 也是包含新冠肺炎 不是說無新冠肺炎 我們沒有證據說 你無新冠肺炎 但是你如果是X光上寫 無肺炎 其實口頭上跟他解釋說 無肺炎就是 任何肺炎都沒有 你回去跟你老闆講說沒有肺炎 我剛剛聽這個 滿無聊的 就算你現在寫 無新冠肺炎 他出國之後到那邊有了 又怎樣 沒有錯沒有錯 瓜哥講完全正確 根本無聊 到公司上班也是一樣 如果大家都看得出來 我們就不會那麼緊張 看得出來 就是因為看不出來 所以瓜哥講的完全正確 其實很多現在的 不管是我們 你覺得公司 你覺得不可思議 你看現在一個國家 外交部都這樣要求 所以你會答 確實大家是因為緊張 是因為恐慌 你看光增值有時候 光有增值的時間 那時候都看好了 如果能用看的 就不用封城 對 封什麼對不對 前陣子有個45歲的老師 他來就診 他提到說在兩天前 他耳朵開始會覺得癢 有點耳鳴 他甚至有一點痛 組織液 因為他說他癢 我去call他 他覺得可能是因為熬夜的關係 然後他沒有睡好 然後導致於感染之類的 那就幫他開開藥 就讓他回去 沒想到過了兩天之後 急診室會診 然後他被推著大床過來 頭還站不起來 因為他一直炫 他說他天旋地轉的 那整個左邊 瞬間都聽不到任何聲音 他聽力 都測不到 他那一百分貝 就有點像是 我在旁邊用力的濕吼 他也聽不太到 這時候再看看他的耳朵 整個耳朵都紅腫 上面都是水泡 然後後來原來他就是因為 炮疹病毒的感染 去影響到他的 他才提到說 原來他們班上有同學的家人 從國外回來發燒 隔離篩檢 沒想到隔兩天 那個學生也發燒了 那學校就請他在家裡面 自己先自我健康管理 那這時候老師 學校都給老師 就是一個授意 就是你要開始準備 線上課程了 你知道有一個人勸診 你班上就要全部停歌 就要停歌 所以他說他已經一個禮拜 每天都睡不到一個小時 然後為了來準備這些課程 分考地消耗自己的健康狀態 另外一個提醒大家就是說 尤其在現在性冠肺炎的時候 現在包括那個 我們的防疫中心都有說 其實是容易造成 新冠肺炎變得更嚴重 重症 對 所以其實請大家 平常就要控制好自己的體重 才不會說 遇到各種不同的疾病的時候 就很難去面對他們 那有時候症狀又跑 又會掩蓋住而延誤 不就醫這樣